市场朋友只要有适当的引导 平常也可以行动自如 像是有台湾阿甘称号的全盲超级马松选手张文艳 他曾经在玉山还有长城 这些高难度的地点跑步都不成问题 但是日前他在台北市搭乘捷运的时候 却因为保全人员的导引方式不正确 把他急拉进电梯门 结果把头部给撞伤了 在捷运公司人员的搀扶下 全盲的超级马选手张文艳顺利进入电梯 不过在7月份时 张文艳同样是到捷运站要搭乘捷运 由一名保全人员引导搭电梯 却在电梯门将关闭时 保全员急着将他拉进去 反而造成他的头部撞到门 当场受伤流血 一生说已经到平下组织了 所以等于说 所以是力量很大吗 很大 很大 所以他往前走的速度很快 一定有一个撞击力这样 一定是拉 如果是通常慢慢带还不可能这样 47岁的张文艳 是有台湾阿甘之称的全盲马拉松选手 曾爬过玉山长城 路跑生涯将近30年 很少受过伤 这一次却因搭乘捷运导致头部受伤 他不满 捷运公司付完医药费后 连当面慰问的动作都没有 捷运公司表示 曾打电话向当事人道歉 可能本人没有接听 捷运公司也坦诚 整个导引过程的确有疏失 保全人在阴导上面都不注意 所以我们当然会觉得很实践 对于同仁那个不小心 就是保全同仁 他不小心的部分 我们会再加强改进 捷运公司表示 捷运站内本来就定有 引导盲包的标准程序 这次意外发生 可能人员的训练不够成熟 将立即改进 接着蔡卫林张国良台北报道